有空间的 有上涨的空间 下方我们已经形成了比较大级别的 一级境界 两级境界 一级形成那样的比较大级别的境界 所以说有望向上突破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容积软件 4月13日 这一天的亮波的流影 大家请看 它漂亮不漂亮 我们前面选 预选的标准 已经都学习过了 那么这个案例它开盘后 精准回彩 什么 精准回彩 这个奥迪里面的 对吧 奥迪这个高亮柱 这个实例 就是比 这个奥迪高亮 这个实例比 然后呢 亮波上是怎么样 一次回彩 两次回彩 三次回彩人情 对吧 三次回彩人情 然后最后一次财吻人情 以后就迅速涨停 对不对 所以我们老师分析啊 日后他有希望 想碎线运行 对吧 碎线运行 那么也就是这个预选成龙 他是成功涨停了 预选成龙成功涨停了 好 欧迪老师 想指出 这个以上这三个案例 都是2021年4月13日 预选的三次票 但是呢 融机软件这个案例 它是最成功 那么融机软件案例 只是伏击 仗情成功 但要验证 本力 能否成龙 务必观察 此后能否再出 两个腾龙 所以大家注意 我们伏击仗情 跟成龙 是标准是不一样的 我们第一个腾龙 我们可以成功伏击仗情 但是真正要成为龙头的话 他必须再出 两个腾龙 一般量学充满了三次智慧 有三个腾龙 才能确认他成龙 好 那么我们刚才学习了腾龙的筛选的标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习 腾龙的筛选的一个诀窍 那么也就是说 实际告诉我们 用腾龙925战法 他选出的股票 一般可以收获中到大洋 那么如何选出 真正能够飞天的腾龙呢 我们老师教了我们两个诀窍 诀窍一 就是用好腾龙925 悬骨三步去 诀窍二呢 从日向东 寻找奥迪奥口的票 好 那么我们先来跟着老师学习一下 诀窍一 用好腾龙925 悬骨三步去 用好腾龙925 悬骨三步去 好我们第一步呢 是点击这个开盘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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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彩蛋 然后按照高低 涨幅高低排序 有向下翻页 翻页到什么呢 到3%和2%这个区间 在强势市场的时候 我们可以就高一 那个数字到高一点 就2%到3% 那么如果市场比较弱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到3%到1% 如果很强的时候呢 我们是可以 可能再高一点 是吧 3%4% 甚至5%都可以选一选 这是因为这个时候的 表现不一样 市场环境不一样 它的龙的性质也不一样 一般特别强的 会高开的高一些 好 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说 你按照点击的开盘 这个菜单 然后按照排序 向下翻 到3% 2%之间的 就像我们刚才一讲了 有时候可以适当调整 这个涨幅区间 根据行情的 不同的行情的需要 第二步呢 就是按照标准 从我们这个开盘金额里面 对应的开盘金额里面 按照流中盘大小 选出符合我们标准的目标 我们这开盘金额 要100万以上的是吧 100万以上 然后在盘子 在十个亿左右的 在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掌握 球价里面的 好 这样的话 就把这个目标股 就筛选出来了 然后呢 存入我们预先创建的 腾龙925股票石 这个目楼当中 目楼当中 好 第三步呢 干什么 第三步就是从 我们这个 已经筛选出来 这个腾龙股市里面 再去筛选出 一到三支 合格的股票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实际上这第三步 才是最最核心 最最重要 为什么 因为这道工序 因为我们前面的方式 选开的股票 每天选出来 哎 少着少着要十几支 多着要几十支 那么在这 从十几支到几十支 当中去选择 真正的龙头 能够掌情的股票 这就是需要我们 有眼光了 需要我们的功底了 用老师的话说 这道工序非常关键 是检验我们量学 基本功的 试经识 对吧 好 我们看了 我们看图 12-9 我们来看一下图 12-9 我们按照这个方法 我们老师在 2021年4月16日 用腾龙925选顾 当天呢 一共选出 这个32支股票 当时我们老师 选的区间是 选出来以后 是39%到 2.26% 区间 他一共有32支股票 然后当日 仗挺的有9支 32支当中有9支 所以成功率 是不是还是不错的 还是相当的高的 对吧 但是 对于我们一般水平的 32支 都里面有9支 还有多少呀 那么还有这个 23支呢 没降低 或者没怎么涨的 所以这就怎么样 就要考验我们大家了 对吧 考验我们大家了 那么也就是说 怎样才能 找到这9支 涨停的 或者说 日后涨不停的 股票呢 对吧 我们盘中 怎样能够把这个范围 更加的缩小 缩小 找到这9支 涨停 或者说日后 涨不停的股票呢 接下来就要我们 学习 诀窍2 从日向中寻找 奥迪奥扣的票 所以大家 我们腾龙925账法 跟我们的农业物账法 那个坑奥管 是密切联系的 是不是 是密切联系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案例这个10 中广天泽 2021年4月16日 他这一个奥扣腾龙 那么用腾龙925选股法 在什么 在C中选出持股 这个案例是 用腾龙925 是在C中选出来的 那么我们从日向上来看呢 这个案例的量学建构如何呀 第一点 我们老师总结出来是 基础好 从A到C中之间 大家请看 这底部的量价建构好不好 它已经形成了 3D三油的建构 实际上我们用我们的坑奥管 它已经奥底 已经抬高了 对吧 用3D三油 低位低量低估 然后有敌有亡有建 看到没有大家简单话一样 是不是有建啊 这里已经形成了三级黄金建 而我们C度前一日呢 它是一个什么 是微增量账庭 架筑账庭的量却是微增量 这是典型的长阳矮度 长阳矮度说明主力怎么 控盘很好 所以说基础好不好 我们这个中广天则 这一天的基础很好 第二呢 战略好 什么叫战略好 就是看它的战略位置 我们这个C度 它腾空于白日 战略处组分A线开盘 对不对 在我们这个战略组分 这个A住的十顶线开盘 所以说这是一个战略位置 主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 那么一般过了这个战略分之后 它往往就是至少有一位的丈夫 所以说就是战略好 第三呢 位置好 我们这个A住十顶线 对吧 我们的A住十顶线 在这个地方呢 它实际上又是一个奥扣 是吧 又坚韧当前的奥扣平衡线 然后我们的C住 它腾空于奥扣平衡线之上开盘 C位置好不好呀 A位置很好 具有奥扣逃经 十拿九稳的这个优势 这里面是一个奥扣平衡线 和我们的A住的十顶线 坚韧的 十顶线坚韧 好我们再看 第四个是回柴好 也就是我们这个C住啊 它是腾空开盘的 然后随机盘中怎么样 精准回踩 左侧的这个次高亮风 B度的十顶 它正好这个 踩了这个十顶 所以这样的精准回踩 就说明我们的主力啊 它攻守兼备 算计的非常的精明 它是一个难得的 精明的一个强壮 好 这是我们中广天泽 在C住这个奥扣腾龙 好我们设定了案例之后 我们老师给我们亮球 腾龙九二五战法 做了一个小结 第一点呢 腾龙九二五战法的核心 大家注意 腾龙九二五战法的核心 是筛选日向基础好的目标 所以大家其中一定要知 我们学习亮部不能忘了日向 日向没忘了 日向建构符合亮学标准的票 它往往是主力精心运作的票 那么只有主力庄家精心运作到位的票 它才有可能怎么样 才有可能起飞 对吧 如果主力庄家没有用作到位 它那往往是见分就到 江头草 好这是第一个 量学腾龙九二五战法的核心 日向要好 第二呢 量学腾龙九二五战法的重点 要是筛选符合战略意图的股票 实际上战略意图 人家过战略分 它也是做壮家用作到位的一种表现 也就是战术是服务于战略 只有配合战略进攻的票 才是腾龙飞天的票 我们刚才中方定则 它是过了一个战略分的 好第三点 腾龙九二五的一个要点 是筛选奥迪 奥口 这些占据起飞位置的票 还有过奥迪安分 分定 位置决定性质 性质决定品质 品质决定实质 我们这个腾龙九二五三年 说的简单一个日向为往 战略为往 对吧 然后位置为往 好 我们刚才学习的是标准的腾龙九二五 这个模型 那么我们这里呢 老师在第五节 还给我们专门讲了腾龙的特殊的模型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案例 用任何软件 2021年6月25日的日向的留言 那么我们刚才前面学习的 讲解的这些模型 它起步的什么 都是比较含蓄的 对吧 那么其成功的幅度呢 一般是在百分之二左右 我们老师指说 还有一种特殊的模型 其成功的幅度较大 我们老师指说 老三版可以成功百分之五以上 我们的创业版 这有可能成功百分之十左右 我们现在还有北交所的 对吧 这些的话 它成龙就让有百分之十以上 所以说这种成龙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主力庄家 迅速出立成本区 成本区 抬高跟进这个成本 让大家在更高的成本区 为主力庄家抬轿 我们这幅图中 大家请看 我们这个A 这个是A和A1 就在这 A到A1 它是近期的一个高峰 对吧 近期的高峰 我们老师称之为小龙门 这个地方是小龙门 而我们这个A柱呢 它就是鲤鱼过龙门 是不是啊 A柱就过了小龙门 而我们这个B到B1呢 它是本年度的一个峰 本年度的一个高峰 一个座峰 我们老师称之为中龙门 对吧 而我们这个B柱这些是苏亮 它在探比 在回踩这一个峰里 这条峰 就是这个年峰 再看我们再来看一下C 是吧 C C到C1呢 这个呢 是去年峰 就是去年的一个峰顶 我们老师称之为大龙门 大家就一定要好好体会一下 这些小龙门 中龙门 大龙门 我们是怎么去找的 大家要用心体会一下 这个比较好的 就是峰顶 这个左则八英十顶 这个是大英十顶间左则的奥江峰顶 是吧 是峰顶 那么 这是大龙门 而我们C住这天怎么样 C住这天是T4变异 过了大龙门 所以T4变异过了大龙门 大家就看 过了龙门 也就是说 无论什么样的成龙 过大门 才能成大龙 就我们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要有这种龙门的票 小龙门 中龙门 大龙门 也就无论什么样的成龙 那个能过大门的 才能成大龙 如果过不了大门的 能不能成大龙啊 往往就成不了大龙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老师对我们去的案例十二 秉胜心才 2021年6月28日 周一的留意 以及图中的这个标注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好 请看这个A柱 我们这个A柱 它是什么 是小腾空 就是小幅高抬小腾空 然后对应的亮度是小贝昂 所以它是含蓄的抵达了 阻塞我们老师画好的一个小龙门 阻塞也是一个硬石顶 大家可以对到这个软件去看一下 所以它第一个就是含蓄地大小龙门 而我们到壁柱呢 壁柱这边是小腾空 大贝昂 它两贝昂 一贝以上的是大贝昂 慷慨突破小龙门 这一天就是精准的踩在龙门上 所以说很漂亮踩在龙门上 好 接下来我们B柱是腾龙 小腾龙 我们C又是跳空 B还是跳空 所以这里就是连续三个什么 小腾龙 连续三个小腾龙 是三元年度过 怎么样 中龙门 我们组这个中龙门是15块8毛 是吧 这第一天就过去了 连续三元年度过中龙门 然后次日呢 地主的次日就是一个仗庭板 突破了大龙门 然后一路上扬 是不是这一波 是不是翻倍 这个是不是大龙啊 终于成龙 对不对 终于成龙 而我们这个E 是不是跳空 F也是跳空 G也是跳空 所以EFG 也是三个腾龙 而我们案例这一日 6月28号的当天呢 也是一个跳空的腾龙 然后是逆势掌停 对吧 我们老师指出 腾龙啊 不一定要求他掌停 就像我们的A主 他就没有掌停 只要是关键位置的 我们比如说奥底的奥口的 只要是关键位置的腾龙 他就具有参与价值 我们当时的廖居宇教堂 我们的九大集训班 有一些学员 就是在这个BCD 是吧 BCD过小龙门这个位置 三月年度这个位置 这个就参与的 参与了这个案例 所以很精彩 好 那么有人说 任何一只龙票 都是从掌停板开始的 我也这么说 是吧 我经常跟大家说 任何一只龙票 都是从掌停板开始的 有我们的龙友 那么但是我们老师说 此话这是对了一半 因为还有许多龙票 怎么样 它是从奥底腾龙开始的 还有好多的龙票 是从奥底腾龙开始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老师举的案例 就是13 哈三年 2021年6月28日的 日向的流行 那么我们老师对这个案例 从日向到分时 综合的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读 首先是什么 这个案例是什么 它是三滴三游基础棒 三滴三游基础棒 是连续下跌 实际上我们已经形成了 小的坑奥馆 是不是 这个底位已经有敌 有亡有尖 至少是二级黄金节 在这里面 奥底腾龙 小背羊 我们的A度 是不是一个小背羊腾龙啊 好 低调开盘 小翘空 它是很低调的开盘 是小福星的跳空 回踩国底拐头上 那么这个地方形成了平底 它回踩国底拐头上 依托人县信天游 收入人县不张扬 次突破小龙门 刺热就出现背量 障情就突破了小龙门 三元联洞系羊羊 接下来就一个跳空 两个跳空 三个跳空 是吧 BCD 三元联洞系羊羊 大家看 从这个机会 从奥底启动的 结果后来 它就成为一条龙 是吧 三元联洞是基础 第一个A是一个 不张扬含蓄的 一个小背羊 这个腾龙 然后随后有三元联洞 所以只要有三个 连续三个以上的 这个腾龙 那么这种股票 往往可以成为龙头 我们的哈三连 是从奥底启动的 龙 不完全是从 仗庭版启动的 好 我们这个学习的是 就是我们 腾龙的 是吧 这个特殊的模型 最后我们老师 给我们对腾龙战法 进行了总结 那么腾龙战法 五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日向基础要好 看到吗 日向为往 如三地三有 奥地韬金 第二呢 起步位置要好 如我们的奥地腾龙 奥扣腾龙 下蹲彩线要好 如柴谷底线 柴黄金线 柴宝石线 跳空幅度要好 对不对 跳空幅度要好 那么一方面要求 温和含泄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关键是要 突破小龙门 突破中龙门 突破大龙门 对吧 这个腾龙不仅是 幅度要含泄 关键是要能过龙门 第五呢 腾龙接力要好 就是说 只有一个腾龙 行不行啊 不行 至少要有三个腾龙 要有三元年龙 才能够有可能成为大龙 好 我们今天腾龙飞天的模型 及量化标准 就和大家学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